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我是欣欣教授安格斯 今天一早最傷心的是莫過於 昨天我們輸給了荷蘭 不過大家都盡力也打得非常的好 那麼講到今天 星座運勢最好的前三名 你聽了一定會感覺很開心 首先講到第三名的是雙魚座 雙魚座好在哪裡 好在它的正財運望 我們知道一般偏財指的是 也許你去買樂透 也許你跟人打個麻將 或是投資理財 OK 這個東西就比較偏正財 我們講到正財運望 首先要注意 剛剛我們說到的 投資 投資如果你平常 有做一些規劃 無論是保險基金 或是外幣等等的期貨 它都算是這個正向投資的一種 然後以及如果你是行銷 企劃工作的朋友 今天提案是非常容易成功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整體運勢來說 第三名就是雙魚座 投資 提案 有望 主要是為你帶來濃濃的財運 你今天一定可以賺大錢 講到綜合運勢 第二名的是天蠍座 天蠍伴侶的建議有助於工作 你照做就對了 出門前無論是老婆啦 老公的叮鈴或是男女朋友 他對你的意見會為你的工作 帶來非常的順暢的一個建議 所以你要抓住這個靈感 講到第一名運勢的是 獅子座的朋友 獅子座有突發浪漫桃花 所以抓住它就是你的 怎麼說呢 獅子座其實在這個寒冬 這個季節常常容易感覺到寂寞 所以你抓住今天 突發的浪漫桃花 可以為你的這感情無聊 可以更上一層樓更進一步 所以無論是告白或是約會 今天都勇敢的向前試做 一定可以抓到屬於你的這個原本 謝謝大家 我是新鮮的安格斯